台中市長盧秀燕戴著墨鏡 臉上堆滿笑容 來到中央公園 11月26號這天天氣非常好 現場大朋友跟小朋友 席地而坐來野餐 大家分享這些 台中市民野餐日 今年邁入第二屆 市長拿著餐點 跑到民眾的野餐區一起同樂 盧秀燕說串連台中轄內 山 海 屯 城 四座美樂地公園 讓市民們可以享受 美麗的綠地以及優質的野餐環境 台中氣候良好 第二個我們的這幾年空氣改善 有所成效 大家今天可以抬頭看看天空 我們這兩年整治的成效 盧秀燕說空屋改善後 明顯感覺到市民越來越喜歡 野餐以及露營 今年中央公園 葫蘆敦公園 敖峰山以及平臨森林公園 四地同時野餐 現場還找來樂團演奏親音樂 搭配親子互動區 毛小孩也可以一起出門 透氣散心 新屁或是改善的公園 高達將近200座 我們希望大家享受公園 坐在這邊野餐 市府說除了張開雙臂 歡迎民眾踴躍參加 現場也會宣導垃圾不落地 推廣環保 野餐店可以回收再利用 在戶外享用美食的同時 也別忘了友善環境 TVBS新聞李承佑 陳舒賢 徐祐祥 台中廠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